肺结核是由结核杆菌感染人体后 引起的一个经呼吸道传播的慢性传染性疾病 它的主要危害是 可以引起肌体肺部的一个烟症损伤 从而出现呼吸功能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咳嗽 咳痰 卡血 胸痛 那么严重的患者会并发气胸 龙胸等相应的情况 同时它还有全身中毒症状 主要表现为潮热 倒汗 该病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 其传播的原理是 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的气溶胶 以及痰液的飞沫 进空气 由健康人吸入之后 容易导致发生肺部结核的感染 因此我们目前在我国肺结核的发病率 高居传染病的第一位 所以